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那麼台北股市今天大漲四百多點 對不對 成交值也是重點 六千億 看到沒有 你沒有看錯六千億 但這個盤基本上來說 它是一個人的武林 這個人是誰呢 是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爆量七萬多張 所謂何事 有外資把它調到一千三 之前調一千兩百八不過癮 現在調一千三 我跟大家報告 台積電畢竟是一個股本 兩千五百多億的公司 將近兩千六 要推動這一隻大象 沒有那麼容易啊 你說把它推到九百 今天幾十塊 接近 哎 接近一千了 已經用了洪荒之力啊 大盤來到六千億啊 對不對 所以喔 要小心 外資的目標價 當笑話看就可以了 我認為台積電要到一千三百塊 外資的這個 啊 目標價 基本來上 基本上來講 今年是看不到的 不大可能 這樣各位懂意思吧 為什麼 現在六月已經快要過完啊 只剩下半年啊 對不對 別的股票都不要漲 就給台積電一個人玩 所以台積電還是會漲 但是它已經沒有辦法 像這樣子 注意喔 像這樣子一根長紅棒衝出去了 大家注意看台積電有個特性喔 當你看它紅棒的時候有沒有 它就要摔死了 到這邊有紅棒對不對 它又要摔死了 到這裡這一次比較例外喔 這邊有一個紅棒它沒有死喔 因爲什麼 因爲外資在這邊發報告 說它會到一千多塊 砰一個上去了 然後順便怎麼樣 要嘎最後的空頭 但是在這個之前 老船長已經事先 在節目上預告 不要放空台子旗 不要選擇權by put 我也沒有講 老船長你真的有講耶 我們覺得你瘋了 因爲那時候大盤已經漲到這邊來了 你跟大家說不要放空喔 對不對 小心被嘎死喔 就咚昨天跳上去 然後今天再上去 所以我講我大盤的指數 我說過 我講我第二名 沒有人敢講它第一名 對不對 把視頻叫出來看啊 那爲什麼我要做公益呢 因爲這個做不到生意 我又沒有再帶旗子會員 對不對 相反的那些有再帶旗子會員的 最近被嘎翻 嘎爆 輸死 我都很清楚 因爲投顧業就是這麼小 哪幾個在做台子旗的 對不對 用的騙的招數都差不多 我都是這裡買這裡賣這裡賣 這裡賣這裡賣這裡賣 對不對 節目上永遠都是完美的表演 你參加就是叫你停損 停損 再停損 對不對 他們都寫得很好看 自行設停損30點 你參加投顧 可能是你要上班什麼 要忙買菜 不方便 對不對 所以我參加投顧啊 你通知我買進 要通知帶我出啊 是不是 他不管你 他現在買進對不對 或是帶你放空 然後就跟你講 停損30點 你們是不是都參加這種老師 我跟你講啦 到時候他就跟你說 你看輸我們只輸30點 贏贏贏很多 但是你會發現 你一直在停損 你從這邊一直在停損 有沒有 一直叫你做空 老船長你怎麼都知道 我在這個行業待多久 指數這種東西 我說過 在我的世界裡面 就是賭博啦 當然你不認同 我的想法沒有關係 我可以有我自己的想法吧 所以縱使 我有三張分析師證照 證券期貨 還有對岸的證券分析師 全國只有我一位有 整個投顧業 只有我一位有 有人吹說他有 叫他拿出來 那個拿不出來 我們知道 那家專門騙 專門碰風的 他那種程度考得上 我快笑死了 對不對 不想把它撈開而已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像我這樣子 具備這麼樣專業證照 我在節目上看得這麼準 跟大家講我沒有賺半毛錢 對不對 結果你不相信我 你還要跑去參加那個 要交一堆會費 專門在騙你的 帶你做台紙棋 甚至選擇權的老師 你看看你今天是不是要再去工作 一二三四五六年再回來 可悲啊 標準的三個字 豬腦袋 不騙你騙誰啊 對不對 昨天我看新聞看到一個什麼 哎呀現在加Line 然後他告訴你說台積電的庫廠股 賣四百多塊 台積電現在九百多嘛 對不對 有一個歐巴桑 總共匯了一百二十萬 當然這個車手被抓到 錢追不追回來不知道 各位觀眾 真的有的時候無知 就是一種很可悲的事情 你知道嗎 什麼叫庫廠股 庫廠股就是公司 在市場上把股票買回來 買回來以後就叫庫廠股 他也可以把它註銷 註銷的話 這個公司的股本就變小 那我們知道股本變小的話 比較輕盈的話 你賺的錢一樣多 那你股本變小 就變EPS比較高嘛 就容易推升股價 所以很多公司怎麼樣 他就買回庫廠股 當然也是激勵人心嘛 你看公司都花錢買了 這個地方一定便宜 是不是 打個岔 像育榮汽車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嚴陳立連董事長 他就不會宣布買回庫廠股 現在育榮汽車的股價 已經怎麼樣 低到已經超級離譜了 就你董事長 你可以宣布買回庫廠股啊 我講難聽一點 宣布不一定要買啊 誰規定宣布的一定要買 對不對 法規規定宣布的可以買 不買知不知道 當然啦 很多公司他宣布了 他就會去買 只是買多買少的問題嘛 是吧 但是這是你一個董事長表態嘛 你看 廣達零百里 人家的Guts 就比育榮的董事長好太多了 他叫大家怎麼樣 要支持要買廣達的股票 因為他是董事長 他知道他的股價怎麼樣 這個地方是比較便宜 比較委屈的 果不其然 你看2382 看到沒有 相信零百里的買來這裡都大賺了 這個叫做有Guts的董事長 我們再講N年前 張忠謀先生 那時候台積電董事長 台積電跌到40塊 你有沒有聽到 40 一堆記者包圍他 對不對 幹什麼 張董事長 台積電跌成這個樣子 是不是公司的問題 前途 是不是勘率 他說我現在要拿錢出來大買台積電 從他講完 你的眼睛再也沒看過 台積電有40塊的價錢 現在9百幾十塊 再加上這麼多年的配股配息 還原全值 台積電可能早就不知道 到多少錢去了 是不是有到2000 我不知道要算 所以一個公司的CEO很重要 你不要給人家感覺你很軟弱 你知道嗎 久了就被人家看衰小朋友 所以我講 如果我是育龍公司的董事長 這個地方我一定宣布買回庫廠股 而且大量的買回 為什麼 以後股東會感謝你 你在這麼低價的時候 大量買回對公司是好事 又不是要你追高 對不對 這樣各位觀眾了解嗎 好 剛剛講到庫廠股 這歐巴桑被騙120萬 對不對 他就是無資 人家說我可以把庫廠股賣給你 賣比較便宜 全世界也沒有這種事情 庫廠股是買公司買回去的 那因為他無資嘛 所以就被騙嘛 那我覺得無資有兩種 一種是你的專業知識不夠 一種是你沒有嘗試 第一個這個歐巴桑犯的錯誤就是他沒有專業知識嘛 對不對 沒有也不會去問一下有專業知識的人 你是怎樣 鬼迷心窍了 不要告訴別人我自己獨吞 我可以買很便宜的 等我買到賺到 我再跟親戚朋友炫耀 我想他應該有這種心態了 對不對 那因為沒有知識造成了 還有一種叫做沒有常識 這股票現在900多 你可以買400多 這一看就是要詐騙嘛 這叫常識 活到這麼大的歲數都沒有這種 就表示他的心被魔鬼佔據了嘛 所以金光檔為什麼會怎麼樣 騙得到錢 就是因為他認為你是豬腦袋嘛 你的心被魔鬼佔據了 所以他隨便講一個 正常人聽的都不可能的事情 你鬼迷心窍嘛 你就被人打開嘛 對吧 這個要特別注意 那台積電 他今天講到這個地方 我跟大家講他要休息了 對他要休息了 這邊有休息下來一點 這邊有休息下來 這邊我認為他就是要休息 他會往下壓一些 你不要懷疑我講的 你不要懷疑 但是沒有說他走完了 應該也不用太久會看到1000塊 至於外資說的1300 那個你慢慢等了 今年大概都看不到 不要聽外資唬爛啦 外資講話不用負責任的 他們最低看到哪 最高看到哪裡 從來幾乎都不會來 隨便亂喊的 懂嗎 主管機關不管的 怎麼管人家拳頭比較大 對不對 八國聯軍怎麼辦 是不是 我們頭顧分析師有牌的 架槓的台灣的分析師 不能講目標價 外資可以講 這是一種歧視 我講真的我不服氣 而且那些老外的操盤人 哪一個有我們台灣分析師的 證券分析師的執照 哪一個你把他叫出來 他們也不用分析師證照 對不對 報告可以隨便亂出 這就是台灣的亂象 我在這個行業很久 看在眼裡 如果我當經管會主委的話 你外資所有的操盤人 只要出研究報告的 看目標價什麼 你分析師證照要出來 目標價就要嘛 台灣的分析師也可以講 要不然就大家都不能講 那憑什麼他們可以講 我們不能講 莫名其妙 對不對 這個觀眾可以公平 我不是在亂講話 是不是 同樣都在一個市場 為什麼有人可以講目標價 有人不能講 不能講的是有證照的 可以講的是沒有證照的 對吧 那下半段節目回來 大家再聽我慢慢的分析 導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異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等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插播一下 我今天是6月19號 那麼20、21 禮拜五後天 是小弟的生日 小弟生日其實不重要 完全不重要 各位 但是我可以藉由這個生日來推個專案 這是公司特別允許的 我給你這個168專案 這168是什麼意思 它不是寫好玩的 以我的個性 我做分析師 我自己強調我的品格 對不對 這個就跟那數字寫的是一樣的 你常常在參加頭顧都知道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這個生日專案 是我跟公司爭取的 你可以利用這個專案 來跟著我操作 保證物超所值 而且不需要一年的年費 各位了解意思嗎 好 那我昨天有講 我說這個 各位看測標 這個西瓜金 什麼是西瓜金 多念幾次 西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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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光金 沒有錯 282888 西瓜金 西瓜金 早上一樣 跟昨天一模一樣 先洗一下 先在平盤洗一下 把豬腦袋先洗下車 對不對 雖然沒有收很高 但是收紅 這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今天收9塊7毛1 9塊7毛1 注意看喔 這裡會突破 為什麼 我昨天有講 這個叫常識 它就跟專業沒有關係了 今天收盤再怎麼樣 就是10塊以下 什麼叫10塊 阿老船長10塊叫票面 現在股票好像取消了 票面這個制度 沒有什麼10塊就是票面 但是因為股市已經幾十年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通常會 你一張股票 10塊錢票面 對不對 這基本的 你的工資喔 一天到晚都虧錢 一毛錢都沒有賺 我看你也不像股票 10塊以下 合理吧 合理喔 連個公司都賺錢啊 對不對 票面基本的是10塊 所以一定是從10塊起跳 所以以後就變成怎麼樣 時間拉長來看 10塊錢是一條界線 凡是10塊以下的 都叫做長期虧損公司 代表做萊德 萊德 這個長期虧損公司 10塊以下很合理啊 好 那麼 10塊以上 就是長期都賺錢的公司 因為最基本的嘛 對不對 那你就看西瓜金喔 西瓜金 我們這樣看比較清楚 來各位看這裡喔 來 西瓜金一到五月喔 這邊有寫累計前五月喔 而且是稅後叫做EPS喔 有沒有 稅後盈餘0.66元 換句話說 他今年 按照這樣的進度 是有機會突破1塊的 不要講說賺錢啦 可能會突破1塊 對不對 所以他的股價 不用知識 用常識就知道 票面以上 叫剛好而已 那你看喔 這個點位還不到10塊 所以他一定會怎麼樣 突破 那突破之後呢 你就要用你的知識來判斷 就不能用常識了 對 常識叫10塊以上嘛 那 什麼叫知識 你就去 最起碼你 什麼都不是很懂 你就把別的金控公司 金融公司抓來看嘛 對不對 如果賺的錢 跟星光金差不多的 因為這同一個類股嘛 對不對 你不要拿電子股來比喔 很多電子股賺壓彈喔 股價幾百塊喔 你有看過金融股賺壓彈 股價幾百塊的嗎 沒有不可能 金融它是比較特許的行業 政府監管的比較嚴 所以說金融股不大容易炒作 除非它真的有EPS 這樣各位懂嗎 像電子股就隨便你炒 我們台灣不大管的 3228 這金利科 這傢伙第一季只有賺一毛 注意看喔 這公司第一季只有賺一毛 股價可以炒到四百多塊 亂七八糟 沒人管 對不對 我再舉例 6462 這個神盾注意看 都電子股 第一季賺壓彈 連一毛都沒有喔 股價可以炒到兩百多 對不對 新光金賺的比他們都要多 新光金不到十塊 這個一個兩百多 一個四百多 所以電子股是無法無天 對不對 因為沒有人管嘛 我講真的是如此 這些股票以後摔下來的時候 倒霉的都是你們這些投資人 如果我是投資人 我希望主管機關非常嚴格 為什麼 保護的是我們自己嘛 否則這種6550 對不對 這種一旦摔下來 倒霉的是誰 你們認為是誰 還是散戶嘛 沒錯吧 如果有人很緊密的監控 你炒作的哪一個券商 哪個單點哪些名字 一叫就出來了 檢察官就開始問了 炒作 操作股票 就是七年有期徒刑最高 那你沒有這種亂七八糟炒作 公司根本就很爛啊 都不賺錢的 你自然這些散戶就不會受傷嘛 觀眾朋友你們聽聽看 老船長是站在你們這邊 還是站在那些炒股的主力那邊 你們自己用膝蓋想 看我的節目智商要稍微高一點 不要老是以為老船長講到你的股票 你剛好有經歷科對不對 你就不高興 這樣明白嗎 好 那這個西瓜金喔 他跟其他的金控公司 一比你就會發現 賺的跟他差不多的 都在15塊以上 都在15塊以上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憑什麼西瓜金他沒有 因為他過去 吳東進先生領導嘛 亂七八糟嘛對不對 這個虧那個虧的 那星光金控以前的股價是四十幾塊 大家不要忘了 四十幾 他有很多值錢的土地資產 在台北市天龍國中的天龍國 對不對 這麼好的一個主業 我記得從星光以前 無火師時代 你看不得了 在台灣 對不對 那怎麼搞成這樣呢 所以CEO很重要 對不對 對不對 沒有霸氣的 對不對 我認為像育龍 就不行 沒有霸氣 廣達為什麼零百零 台灣首富 人家有霸氣 對不對 那CEO如果像吳東進這樣的 也是不行 後來整個團隊換掉之後 新的團隊進來 果然不一樣 賺錢 而且我覺得賺的蠻多的 要給他掌聲 一到五月賺0.66 是不是 跟同業比起來 我講最後一次 人家都15塊 只有他怎麼樣 現在連10塊票面都不到 所以我說西瓜金 星光金 送錢給你們 早上還有怎麼樣 豬腦袋 還在賣他 還在賣平盤下 不到10塊你也在賣 真的笑死人了 就算到了10塊 你也稍微有點知識 對不對 比一比就知道了 他應該要多少錢 這樣各位懂意思嗎 到時候你就知道 西瓜金甜不甜 好 接下來我昨天講 我說你要注意這支股票在動 這支股票昨天尾盤急拉 有沒有 往上一拉 今天一樣 尾盤拉起來 紅華先進 各位看一下它的K線 很漂亮了 有沒有 突破這裡的 已經突破了 我已經昨天的節目 我已經警告各位 紅華先進如何如何 去看我昨天的節目 未來的股價是你們四個字寫在臉上 高攀不起 原因我前面急速我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只是大家不相信我 他現在漲上來了 對不對 那佔他43% 這麼大的一個第二大股東 第一大股東是紅海 第二大股東就是育龍汽車 對不對 結果你育龍汽車怎麼樣 股價你還趴在這個地方 你還趴在這個地方 那你EPS多少 去年有4.63% 這非常高 結果你股價趴在這個地方 紅華先進 我們看 等一下 紅華先進 對不對 去年是虧損的 你育龍汽車賺4.63% 你股價趴在地上 人家怎麼樣 是負的 對不對 老船長紅華先進 看得比較好 對不對 未來發展比較好 你講這句話你就豬腦袋 紅華先進好 育龍一定好 他們兩次綁在一起 我佔你43% 各位了解吧 那紅華先進 現在漲上來 我認為他根本 未來他的股價 會讓你們高攀不起 我一直講這句話 那只要越高攀不起 育龍汽車就賺得越多 讓大家明白嗎 那育龍汽車 他只是有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 他被借券打到趴在地上 所以我剛剛才講 如果我是嚴辰力廉 董事長 我就宣布買回庫長股 為什麼 這裡的育龍汽車叫做便宜的不得了 不是我亂講話 人家去年4.63% 今年腳拉拉5塊以上 還有這種價位60幾塊 連70都不到 對不對 就是借券打 打了快6萬張 如果今天我來幹董事長 你們借券來賣我的育龍汽車 你試試看 我嘎的你 我跟你講 嘰嘰叫 這叫霸氣 而且幫公司賺錢 你在這麼低的價位 大量買回公司的股票 公司股價如果以後值100以上 那你公司不是光買股票就大賺了嗎 有錯嗎 沒有錯啊 所以為什麼有實施庫長股的必要 就在這個地方 當然我不是董事長 我只是建議 對不對 再講一次 你看林百里為什麼台灣首富 對不對 人家聽他的去買股票 兩天前在節目上新聞有播 他叫人家買他的股票 大家多多買 砰一個上去了 謝謝林百里董事長 你有掛齒 好不好 好啦 這個 一年只有一次 這個168是真的 絕對不是假的 不是我隨便寫個數字 你打電話進來問就知道 投估業沒有168的 那到底是多少錢呢 你進來問就知道 只有我的生日 到6月21號就截止 要利用這個機會來加入我的朋友 現在開始 撥打電話 本投物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